这边是底下的这个主控台 第一个,我今天假如说我输入一个整数值 这个整数值我157好了,157 按一个Enter Enter之后呢,它会输出 输入的数为奇数 后面是Yes 因为判断是Yes 就把结果输出 输出之后呢,如果我要继续的话 假设我要继续判断的话 我就按1 我按1Enter 那我再输入一个156Enter 那这个地方就会输出什么呢 它不是一个奇数 那如果要结束这个程式的话 按一个输入0Enter 那这样程式就结束了 这个程式主要我们也是利用什么呢 利用这个Do 那特别注意,Do跟刚刚的话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我会先做一次 也就是说我一定会先去判断一次呢 到底User输入的值呢 输入到Input的这个变数里面 值是否为奇数 那我就取得这个输出之后呢 就会输出Yes 或者是No Yes或No 那再来的话呢 我就继续 1 No的话 就是如果结束的话就0 那并且 在这个地方呢 我再 针对什么呢 User输入的1或2的话呢 做一个 传给Replay这个变数 然后呢 再去做判断 所以你会发现呢 先做一次 再判断 那如果说今天呢 它的Replay是等于1的时候呢 才回到度这个地方 那也就是再继续判断 那否 如果说它今天是输入0 或其他数字的话 那就跳开 这个回去 那也就是结束程式 那这个范例主要 结合刚刚的这个scanner 然后呢 可以让User输入一个值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判断 做一些判断 那这边的话呢 我想 你们试试看 把这个地方 做一个这个度的一个回圈练习 把画面呢 现在还给各位一下